早安你好 欢迎收看早安8点 早安加分 加开早安 小分 观众朋友好 大家早安 赶快来关心 最近在日本接连传出很多人去滑雪 传出了死伤的世界 日本滑雪的人很多 世界各地的人都会跑到那边去滑雪 没到冬天的时候 是不是因为它的雪比较漂亮 它的雪比较细致 有些人说因为日本的雪 它叫做粉雪 松雪 所以很多人喜欢去日本追雪的这个关系 但是也有人说粉雪的话比较危险 比较容易吸进去 对 他都说它像面粉一样 如果说你不小心跌倒 或者是说这个雪跑到你的鼻子 口鼻里头的话就容易感到窒息 因为它是比较松软的细雪 我觉得这个是不是有一点夸张 因为你人体的体温是比较高 既然是粉雪 那就代表它很细很小对不对 那很细很小 你一进入到鼻子体温变高 它就溶掉了 对 说这个会塞住窒息 我觉得可能有一点过头 其实我有问过专家 我说其实像这样子发生意外 到底是不是跟天气有关 是不是雪况的关系 是不是雪的关系 然后其实专家说不是 其实都是人本身的问题 因为在台湾很多人都过于觉得说滑雪没什么 就站上板子上 然后这样像滑板一样 我就会了 对不对 像之前你家说学游泳 其实没有什么技巧 你要下去淹水三次就会了 这样不行啊 不行 太危险了 说什么你去摔啊 摔几次你就会了啊 自然而然你就会了啊 其实这些都是错误的 千万不行 最好就是学好了你再上 这三个是最基本的 对没错 如果其实像台湾有很多的滑雪学校 你每一年都会去滑雪 对我会去滑雪 而且会去上课 因为这个生命很宝贵啊 对没错 对滑雪其实它是一个运动啊 所以呢还是要跟大家说 最好你就是先学习好 一些技巧以后再去这个学场 是 你不要想说我自己去试试看啊 我曾经也在学场这样摔过 我看过他的影片 对 摔的还 我本来说啊狗吃屎 他说没有啦 但是摔的也是 我看起来应该是蛮痛的啦 非常痛对不对 其实去滑雪学校的话 你就可以学到刹车 转弯跟跌倒 这个是必学的 对 尤其是怎么样跌倒 跌倒非常重要 跌倒的知识对不对 不是知识漂亮不漂亮 不是不是不是知识漂亮不漂亮 你跌倒正不正确 不会伤害到你的头 就不会受伤了 比较不会受伤 刹车好像最基本的就是那两片嘛 对这两片要变成 八字型的啊 对披萨 对 八字型的就是就是刹车 刹车然后会转弯 因为雪场很多人 如果你不会转弯的话 就撞到人 会撞到人 是 另外去滑雪的话也要注意就是 这个除了雪况的问题之外 你不要去一些高难度的坡度 自己跑去那个坡度红线黑线 还是新手就去的话呢 不要乱跑啦 对啦 就是不会的话 你我讲的你不会就在企鹅区就好了啦 对不对 那两个板子收上去像不像企鹅 安全的地方嘛 对不对 对对对对 不要就自己就跑进去了 等到你会了以后慢慢慢慢的才升级 不要乱跑 没错 所以雪好战上很重要 那其实像这个滑雪是一种极限运动 我们说现在很多人追求极限 比较有挑战性的运动之外 还有很多像是冲浪的事 对 台湾冲浪的人口好像也有慢慢在增加 其实也有冲浪教室 也是室内的 它是让你学习 你怎么样站在这个浪板上面 因为很多人是会落海 然后被自己的浪板攻击到 打到了 对这很危险 对然后很多人想说 我要去冲浪的话 我就要去台风天 我最喜欢台风天去追浪 很危险耶 对台湾的浪 一般来讲的话 就是台风来的时候浪才会大 但是台风来的那个浪 就比较危险的浪 没错 全世界有一些很有名冲浪的地方 他们那个浪就不是说 台风来的时候才有这种浪 所以那个浪相对的 应该就比较安全 对我们刚才台湾四大冲浪地点 几乎都是在东部 因为第一个台风大部分从东边来 第二个东北季风来了 浪比较大了 从东北边下来的风 浪比较大了大概在东边 对追浪是很刺激 但是还是要注意 你还是本身要有那个技巧在 不然是非常危险的 那刚刚看到了滑雪 看到冲浪 那其实还有很多室内有开 像是跑酷啦 或者是这个攀岩 也都是学好在上啊 拜托拜托 为什么攀岩要先学一下这个技巧呢 因为他是要练习你怎么去找这个踏足点 然后平衡你的重心 对对然后 刮刮手抓的地方脚踏的地方 没错没错没错 对然后像是有些人会忽略了天气这个部分 对没有错 对因为你一下雨的话就会比较湿滑 对比较注意一下 你可能前一天下雨 可是你隔一天出大太阳 你会觉得天气好好 不去很可惜 对我就跑去了 那可是在山区没这么快 很失华的话就要小心 另外还有这是跑酷 也有室内学校专门在教 但是真的是很不建议在路上做 对啊 这件事情 对啊你会影响到别人 对 人家看你冲过来会吓一跳 对在教室里头可以啦 对跑酷教室里头可以 他也是教移动技巧跟翻滚跳等等 对对这些其实都是在 这个事实上当你发生意外的话 可能你的反应会比较灵敏一点 你知道重心怎么转移啦 反应会比较灵敏 对日常的生活 遇到一些意外的话 反应会比人家还快 对 但是就是刚刚小芬讲的 在教室里面玩就好 不要在户外玩 对 因为你在户外的地方 有时候人家没有准备 看到有人冲过来会吓一跳 真的 而且也会增加自己的风险 对 对 不过是要提醒观众朋友 不管做什么样的运动呢 一定要先把自己的这个知识 对 要充足才行 对 你到学长也好 到这个海边也好 对 有人常常讲说 会发生溺斃的 对 会发生一些意外的 大部分都是那一些 比如说会游泳的 对 自己觉得自己会了 对 是自己觉得很厉害了 不会的人反而会怕 他比较不会去尝试一些 危险的动作 所以还是要先学好 这个基本功再上路 那我们今天的俗燕也来看看 跟这个运动有关 会跳的先缩脚 会撞的先缩脖 这个是什么意思 他有基本常识在那一边 对 会跳的人会先缩脚再跳 对 你会用你的力量 对 就可以灵活运用你所会的一个技巧 那你不要就是乱乱的跳跟撞 这很容易受伤的 对 你就知道说 这个事情大概会遇到什么 有一些专业知识在的话 至少会避免一些意外 对 没错 那提到日本很多人去追雪之外 现在台湾也说 高山上下雪了 而且后面的天气又要变冷了 是不是又有追雪的机会呢 我们时间交给家开 下一波的冷空气下来相当强 来到寒流 那一般来讲的话 我们台湾碰到这么强的冷空气 大部分都是干 那这目前的资料来看的话呢 可能到时候华南还会有云雨区进来 到时候会是比较难受的 这个失能的天气状况 但是呢 相对高山下雪的机会就高 因为温度够低 所以可能海拔不用太高了 有可能差不多一千五两千公尺以上 就有机会下雪了 那至于说 目前户外的空气 空气品质 我们回到前一张 空气品质来看 大部分都是在黄色的普通 到绿色的良好范围之内 所以空气品质目前来看呢 还算是不错的 那至于气温方面呢 今天清晨温度还是蛮低的 最主要还是云量少 浮射冷却的影响 比如说像在新竹跟苗栗 很多地方都有九度多的低温 那最低的温度呢 大概就是在这个新竹的额美这边 来到了八点四度 另外在这个苗栗这边温度最低的 大概就是在苗栗的西湖九点一度而已 这两个地方是最低的 很多地方都是九度多 就连都会区里面到了现在快八点了 我们看到很多地方也都只有 大概十四度十五度而已 跟昨天比较起来呢 温度有一些地方 还有再稍微下降一点 当然有些地方温度往上升了 影响到台湾的东北季风要减弱了 地面图看看天机系统变化的状况 那北边的高压往东边的方向移动出去 台湾附近这边的东北风 慢慢的在减弱了 到了今天晚上的时候呢 高压更往东边的方向出去了 台湾附近这一边的东北风减弱 甚至有一点点转成的偏东风 今天礼拜三 礼拜四到礼拜五这三天 东北风会减弱的 温度会往上升的 但是礼拜六开始冷空气就下来了 温度会逐渐的下降的 礼拜六冷空气刚下来而已 大概就是比较北边的地方 温度下降 中南部还没有影响 但是礼拜天下个礼拜一 各地区都会受到影响的 那至于说在这个降雨的状况 水汽方面呢 华南这附近 还是没有看到什么云雨区在接近 西边没有水汽进来 最近这几天跟台湾有关系 大部分都是东北风在这边吹 然后呢 东部外海的水汽被东北风带进来 再加上地形的影响 所以在这一个北亚岸 东部这边下雨的状况就比较明显 那昨天大台北的平地就没有下雨了 今天随着东北风的减弱 这种东边进来的水汽会减少的 大概等到礼拜五 封面接近北部东部下雨的机会 才会逐渐提高的雷达来看一看台湾附近 这些云层下雨的情形 主要的云雨期还是在东边的外海这里 大部分的雨下在海面上面 偶尔有时候影响到沿海地区 所以沿海可能有一点短暂雨 但是随着东北风的减弱 这个云雨区也会逐渐的减少的 气象鼠所预估出来降雨的状况来看 这个是今天的白天 东部零零星星一点点 那这个是今天晚上到明天 礼拜四的清晨 台湾上空几乎没有下雨的状况 紧接着礼拜四的白天 东边一点点 但是这个都是相当浅的蓝色 代表量很少 应该是在误差值的范围之内的 礼拜四的晚上到礼拜五 水汽有慢慢在增加了 东边这边下雨了 礼拜五的白天 可能北部东北部这边也会下雨 因为封面在接近 未来这一个礼拜的天气 还有温度上面的变化 北部还有东部地区 这两天北部的天气比较稳定 大概就是礼拜五的时候 封面接近了北部东部 这边开始下雨的状况了 那到了礼拜六的时候 东北风增强 封面通过东北风也增强 所以开始有下雨了 那紧接着下个礼拜天的时候 应该就是水气比较少的一天而已 下个礼拜一开始 华南的云雨区进来之后 下雨的状况又会增加了 那要特别注意的 还是在气温方面 我们看到最近这两天 温度再往上升 一直持续到礼拜五 礼拜六冷空气开始下来了 封面过了以后 后面东北风下来了 北部这边温度下降了 那对于东部还没有影响 因为礼拜六只不过是冷空气刚下来 而且不强 礼拜天冷空气就增强了 不只说北部 东北部温度下降 其他地区温度也会下降 冷空气最强的 应该是下个礼拜一开始 尤其是下个礼拜二 下个礼拜三温度还会再更低 所以高三目前来看下雪机会最高的 有可能大概落在下个礼拜一 因为这个时候冷空气强 华南又有一些水气进来 造成我们台湾这边 比较湿比较冷的天气形态 那至于中部还有南部地区 未来这一个礼拜 大概下雨机会比较高的 就差不多是礼拜六 封面在通过的时候 这个下雨的机会比较高 那至于说 下个礼拜二礼拜三的华南雨区 目前来看可能影响比较偏北边一点 那温度上面的话 一直到礼拜五之前 温度白天都蛮高的 但是要注意日夜温差比较大的 那紧接着礼拜六冷空气刚下来 所以对中南部还没有影响 礼拜天中南部这边 温度有开始下降了 尤其是下个礼拜一礼拜二 这个温度下降的幅度 还会再更大一些的 那至于说今天各地区详细的天气预报 北部地区今天大概都是属于云亮少 阳光强了 白天的高温上升到23 26度了 那另外在中部地区这边 也是通通都是属于晴到多云的 白天的高温大概来到25度上下 南部地区也是很晴朗的 白天的高温是25度左右 但是西半部可能要注意的 都是日夜温差蛮大的 东半部来看的话 有一点零星局部的短暂雨而已 高温大概来到23 24度 外岛的澎湖金门还有连江 晴到多云高温大概18度 22度的